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学USR计划主持人李坚明表示 民众日常接触便利商店的频率相对高 因此促成这次的计划推动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一个极端的气候越来越恶化 所以我们在5年前 2018年左右 那我们就想到 那应该要怎么样子能够让民众来参与 所以当时呢我想民众呢 那么这个跟我们的日常最有关系的就是便利商店 所以在一个有因缘的忌讳下 跟全家做了合作 那我们就展开了 富炭的商店的一个推广 那这四年来 那我们也累积了 非常多的这个民众的一个参与 目前大概已经有差不多 将近1600位 在我们的北大特区 那我们希望透过民众的生活改变 能够去触动 大学在这个议题上的重视 三峡区龙学里里长周秀凤表示 感谢台北大学推动富炭商店的计划 也呼吁民众多多到富炭商店购买富炭商品 为绿色生活尽一份行李 就是说我们这个富炭商店 富炭商店在我们北大特区 原本是在我们校内 现在走到校外来 就我们底办公处是跟台北大学结合来推广 那这个富炭商店我们推广让我们乡亲来买这个富炭的商品 那让我们那个乡亲可以买这个商品来行为上的一个改变 因为这个富炭就是对地球尽一份心力 推动这个绿色生活减碳的生活 全球暖化与气候变迁的问题严重 希望透过富炭商品的消费 发挥消费者的力量 给予厂商低碳生产讯号 利用明智消费改变世界 也期许台北大学能透过计划的实施 带动全球富炭商品营运模式新风潮 成为触动全球迈向脱炭的标杆 2 3 接牌 记者林应同 新北采访报道 你的是我的是都是新北市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呢 我们其实有针对了所谓一个环境永续目标 来做一个讨论 那到底怎么样来达到所谓的一个减碳 甚至净零排放这样的一个政策目标 其实我们刚刚上一集节目当中 讲了很多企业的一个责任 但是回归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民众 要怎么样来去做一个配合跟执行 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教的就是 我们测进会低碳社区 推动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张光华先生 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测进会在地方上做了蛮多的一个事情 那这一次是为了什么 会跟台北大学这边 然后也是希望说能够进社区的一点力量 来做减碳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认为 社区可能不只要进一点力量 因为它跟你的生活 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 你的碳牌碳足迹都要付出代价的 那么目前是因为可能欧盟两年后就要做这个真正的探权交易 那我们的企业界它会比较破在眉睫 那那种压力它最后一定会压到我们生活当中来 那我刚才讲了我们事实上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下面去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那只是说一般民众我们是用潜移默化的去带动 比如说我们测镜会 我们的利基当初就是把那个人家不要的那些大树赶快我们要 我们移植到北大社区里面来 那我们前几任的那个理事长 他们也说我们这个桃石角 这个怎么没看到桃树 我们多种了在不管甘园国中或桃石角国小就种了很多的桃树 今年听说那个校长说已经开花了 一直叫我们去看 我不知道还没去看 那事实上我们这样一路走来 从种树跟社区的这样的经营来 包括我前面讲的 那个走路节还有一个概念 因为三峡这个地区它有13条河 那我们沿着包括水郡包括河流河川 它是一个城市 它的对它的降温其实是有一个调节作用的 那我们当初的这个办这个走路节的这个理念里面 其实就有包括这个对一个城市的这个环境的一个减碳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在里面 那至于甚至现在我认为还是这样的想法 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地方学嘛 我们之前北大社区有很多人对那个 我们修树砍树的时候有很多意见 那我也看到我们之前还没有这么多这种环保公司啊 或者是这种回收的机构 我们的树可能砍下来都直接送风华场 那事实上以我们做文化用做这个社区教育来看待的话 北大那个社区旁边以前就是我们那个旧的那个樟树枯壮 那以前三峡跟大西这个区块是台湾那个樟树产业最密集的地方 那台湾的樟树是全世界销到全世界占了五成以上 那我们是以前靠着樟树业这样子起家的一个地理环境里面 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旧地理环境在那边 所以我们今天即使北大新兴造政以后 种了很多樟树 所以那些樟树似乎是它最适合喜欢的地方长得特别好特别快 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它对应的时候 那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国中小教育或者是这种 所谓的新课纲的开始实施的时候 要结合地方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地理一个历史的就可以转化变成教材 那学校可能他只要花几万块弄个蒸馏机 去把回收来的这些樟树 樟脑去做成樟脑油 樟脑精油 那它就是一个循环经济的一个传递 那这个首先当然我就是这几年会特别努力跟用力的去探讨地方学 就是如果我越深入理解地方 我们要对应这些气候环境所谓的任性程式或者是简单的行动的时候 我们会更准确而且更自然的去连结上来 那这是我们测经会他持续还会继续做的 我听说你最近有在养蚯蚓 听说也是为了做这件事情对不对 为什么 我跟人家朋友他们就 其实那个在日本或者是中国大陆 他们都已经很普遍了 那我们新北他会面临一个那个厨余没有在处理的问题 那我为了这个麻烦那我就自己养嘛 我跟朋友要了一两百只来 然后我其实我用比较认真专业的态度在养 然后养蚯蚓 是我就在门口养一箱 跟厨余的关系 对我就消化了我的厨余 厨余吃你的厨余 对那我的蚯蚓份就可以去 当最天然的肥料去种我的那些盆栽或什么 其实这个在很多国家都它都是已经一个循环的产业了 其实也很成熟了 你上网去找其实很多 那因为我也面临到我们新北就有这样的问题 我就自己先处理 我自己先做到 先示范 对对对 甚至我现在的厨余不够了 哦 所以我们可以捐一点啊 对啊捐一捐 就是一般家用的厨余 他或者是餐厅的一些厨余 他就可以拿来养这样 他还是有一点专业要去克服啦 对对对 所以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就对了 所以大家就不要捐 他有想办法先处理那些处理 但就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其实 处理可以有比较天然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 还有自己可以做碳中和 对 好所以你其实探权应该也很多 掌握在手上了 可以卖探权 我自己一直在做碳中和 我才能够去跟民众去说服 或者是去 对其实你要自己做 你才有办法跟人家讲 人家一直才会幸福 对不对 对像那个家军常常在说动健康 他如果自己不动的话别人怎么动 他自己在推蔬食 如果他自己不吃蔬食 都吃肉 然后今天他来不要吃肉 那别人不会信嘛 所以我刚刚也特别在请教两位专家 就是说好我现在是一个蔬食者 然后同时呢我就想到新北洞健康 对 因为其实刚刚教授有提到 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运用 把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所谓一个虚拟货币 是 带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也知道那个新北洞健康 他是不是可以帮我们 就是记录我们的饮食 对 而且借由手机拍照 还帮我们算卡路里 对 现在只要多算一个 你这样子吃增加多少碳 或者减多少碳 对 他可以利用他这一套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想说 结束以后真的要跟我们教授 好好聊一聊 对对对 其实教授现在所谓 在社区里面推动的就是 附碳商店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叫 为什么是附碳商店 那我们民众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让自己也觉得说 我有帮忙到 我有减碳了 或者是说 在透过这个消费的行为 其实我也去中了数 虽然感觉不是我中的 对不对 对 是谢谢 我想因为刚刚主持人 其实也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民众到底在 这个减碳这个议题上 要不要负一点责任 或者是要怎么做 那其实我们在推动这个低碳的社区 或者是推动这种负碳的商品 其实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 那就是除了企业有企业社会责任 大学有大学社会责任 我们觉得那么在全球暖化这个议题上 其实全民也都有责任 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叫个人社会责任 也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尽他的责任 那是因为毕竟企业个人跟大学 大家的形态不太一样 资源也不太一样 或者对全球暖化造成的影响也不太一样 所以就个人来讲 那他比较是一个微小的一个个体单位 那怎么样让他进这个责任 那进了这个责任之后 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在推动这件事情 背后所在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们首先呢 那当然就是要让民众能够去了解到 今天呢 他今天如果去生活上 那么我们现在当然是先推动 负碳的商品 未来我们会是把所有的 他的低碳的行为 我们都会给他扩大到他的价值 包括刚刚我们议员提到的 比如说你今天 那如果相对你有骑脚踏车或吃素 那运动 那这些呢 我们都觉得对这个减碳有帮助的话 我们都会给他价值化 那我们回到我们现在在推的 是比较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就是有一个商品 对 然后呢在上面呢 我们也附着了一个负碳的标签 那这个商品会变成负碳 刚刚我有稍微说明 我再解释一次 就是说一个产品 比如说一罐饮料 它在制造过程里面 那么它一定有它的碳足基 也就是它有它的碳排放 比如说这个是300克 那它就代表它生产这个产品 它有产生了300克的碳排放 那这个对整个地球暖化 就会造成一个冲击 那所以我们就到刚刚提到 也到这个苗绿风率发电 因为它是一个再生能源 所以它本身呢就是一个减碳 所以我们从那里去取得了碳权 那我以刚刚那个为例 如果这个碳足基本身300 那我们去取得了假设有600克的碳权 所以300克呢去把它抵消掉 然后另外300克呢 就是让消费者如果他买的话 这300克呢就会记录到他个人的碳账户 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活动呢 我们去建立了一个个人的碳账户 然后每个人呢 透过他的这种负碳的消费行为 就可以去累积这样的一个碳权 然后这个碳权我们先讲 他做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跟价值 他做的这件事 其实他背后代表的就是 他去鼓励的 因为这个碳权产生是需要努力的 像风率发电 那那个都要花钱 所以你买了他的碳权就类似呢 你在鼓励他 所以消费者虽然这个碳权 不是他自己付的钱 可是因为他去购买这个商品 所以这个商品如果能够卖得掉 生产者他就会去想办法再把它购买碳权 来把它变成一个负碳的 然后来鼓励消费者来购买 所以消费者买的这个 其实他相当于去鼓励了 这个风率发电的发展 所以鼓励我们低碳的行为 第二个呢 他自己呢 那么也好像自己减碳 因为他虽然没有真正的去做减碳 可是他购买这个行为 已经是类似把别人的减碳的这个权力 转到他身上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300克的话 那就相当于已经差不多 快要结两度的水的这个碳足跡了 因为一度水大概100多克 150几克 那如果一度电的话 大概是502克 所以你如果用一度电 所以你现在大概结了半度的电 就是你不一定要去关灯 你透过这个 因为我们透过别人的减碳 把这个权力转给你 那这样的话 就会让这个消费者 他本身呢只要是到的店面 那或者未来推动我们的低碳行为 他只要去做这些 都要给他 都要获得奖励的话 那这个民众就会更愿意去做 而且你是生活上容易的 那他就容易来做 那这样的话就会触动了整个社会的 一个低碳的转型 那这个低碳转型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今天设想 如果今天呢 我们发现说 以刚刚讲的这个负碳商品好了 那那么这个店家呢 发现说 这好像负碳商品 或未来我们有素食的商品 那些都比较低碳的话 他卖的比较好的话 那基本上呢 这个生产者呢 当然他为了要赚钱嘛 所以他就会多生产这种 所以他就会影响到其他的 没有去做这件事的生产者 对他卖的好那我也要赶快跟着做 对你要跟进 你要跟进 跟风跟风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用民众的这个消费的力量 来改变生产者的低碳行为 那这样的话 因为生产者为了要去赚这个钱 他会自动自发的去赚 那这个部分是一个 我们是期待未来可以产生这种转动 那否则你对厂商要他去做任何减碳 对他来讲都要花钱的 对啊 所以他会尽量抗拒 我的成本呢 那如果说因为他做了这件事 其实也是减碳 那他可以卖的好 这是他的生意 所以他觉得我就要多做这种事情 所以他会变成被动变成主动 那变成主动以后 那这个量能就会出来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会造成厂商 他在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 他也希望少买碳权嘛 所以他就想办法让这个碳除机 从300变成200 对 变成100 简化他那个 那这个整个转动就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社会要去转型 要去转动 那我们现在是看到就是 让民众呢先去改变 那他的改变呢 再去造成厂商的改变 那只要厂商一改变 那我们这个世界大概就改变了 那就有救了 那目前大概还在等这个量能出来 对 所以民众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 对 透过媒体 透过我们社区 透过议员 那大家一起来推 那来把这个量能做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 未来能够在北大特区形成一个 全国 全新北 或者全国 甚至全世界一个魔幻区 那这个有机会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好几年 然后我们测进会也很配合 那他们也加注了这个力量 那我觉得再加上如果未来有更多的民意代表 愿意一起来做 我们先把它变成一个 一个魔幻社区 那这个就产生效应了 大家就会来学 那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影响力就扩散 我想这个是我们未来期待的 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效应 所以消费者的力量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当你进到某一个商城好了 你在想说你要买什么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去看 这个是附碳商品 它可能会有个logo 有个标签在那 那同样的一个是没有的 那如果聪明的消费者 你可能就是选择是附碳商品 对不对 然后呢如果它销入好的话 那企业都会觉得说这个不错 所以大家都会去做所谓的一个附碳商品 让它是有价值的 那别人另外一家可能就会觉得说 人家是因为有做附碳有做减碳 所以它能够卖得这么好我就去跟进 所以是做这样的一个循环 所以我再补处一下 因为我们做这件事 我们一个口号就是做环保想回馈 所以你透过这个附碳的商品的消费 你其实在做环保的概念 你不一定要去回收啊什么的 那个当然都要做 但是它可以做的方式很多 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也是一样在做环保 那你拿到的这个 你消费以后你还是一样有消费 那你也拿到碳全 那我们让它呢 这个碳全如果累积到10公斤 它可以载到商店底10块钱 所以它可以真正产生一个价值 然后再去鼓励它去购买低碳 富碳的商品 然后就让富碳商品能够大畅销 这是我们今天 其实真的耶 你现在只要什么就是民众也是需要被鼓励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也是需要有一些诱因啦 对假设说买这个我只要挤到可能10点挤到多少 我就可以再去换一个 应该当然要啊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两个的比较之下当然选择所谓的一个富碳商品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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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有什么要反应我刚刚就有看到教授所说的事实上有些产业已经化为行动在做喔 你看我自己带个杯子马上我有个账户就进进张五块 哦你的杯子对啊那我多来几次我自己多带几个我就会换一杯咖啡了对真的我现在发现现在不是说拿这个环保杯对不对 你去买咖啡干嘛买饮料的可以马上折扣我就很认真的提醒自己要记得带杯子对对 以前觉得一块可能就觉得没什么不差一块现在就多到十块对五块七块的都有你就会觉得那个价值是出来的所以带杯子是要的所以其实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行为啦 我们稍微去改变一下它的一个方式的话其实也不能说民众的一个力量是小的对不对 其实积少成多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来做这件事情是那是不是光华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就你自己来讲好你自己的一个减碳的一个行为除了蚯蚓之外对 是啊就是我们不能一直把做自己这样的一个减碳行为生活模式只是在做功德 它应该就是责任对每个人都有责任对是有价值的 那我们用产业界企业界的这种循环起来之后它会转变我们的生活那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整个环境中其实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甚至是顺带解决一些问题 我们刚刚讲的北大社区其实我们那个那个前理事长正空华理事长他就住在大游路那边对 啊我说你们那边一定风很大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就说 研究地方学的怎么会不知道对 因为我说你那里刚好是那个大汉溪还有三峡溪很能想象嘛因为跳过那个空间感对 如果你愿意用那个地理空照图还有历史地图去套点你会发现哇两个汇聚的地方是在桃子角不晓那边风口我们所谓的卡爹风 那因为那样的一个地理地形关系他说我们之前那边沿着高速公路种的那个露树都被吹倒了吹倒了又请找议员来找立委来赶快又请公务局再种下去是种下去还是吹倒了然后后来就换小的灌木场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其实在欧洲那边他们的很多这个相关法令其实已经做到很细致所以这边我其实很期待先北市 北市政府这个相关法令可以赶快配套上来那他们的那种社区型的小型的中型的那种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其实是很成熟的那个技术是很成熟的那我说如果你们那边靠着那个雪府路那边他还有桃子角周围 来弄个风力发电的 中小型的风力发电然后国小高中甚至国中高中都可以做那种环保的风力发电的这种课中心去做这样的教学也不错 其实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理念里面的地方学就是你融入就是在地那在地有的一个现状那那个现状可能是是问题但那问题他可以变成是一个资产对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方式是那我接下来再请教教授就是目前你们在推的跟企业的一个合作有所谓的一个富碳商店那现在到底有多少家了就是民众要去哪里消费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刚起步而且是在全球上也都是首创 所以目前是在台北大学的全家便利商店有两家然后在台北大学的校外有四家那所以目前大概目前有六家那未来应该会持续的来增加到到整个北大特区之外的新北或者是到全国那我想这个部分的是可以期待的 因为现在这样的一种活动无论就企业的角度来看还是就民众的角度来看那么都需要去发展这样的一种环境 让企业可以透过他的这样的一个富碳的行为来实践他的ESG 然后民众呢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食衣住行的活动也可以不知不觉的去实践的一个减碳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想这个未来应该是可以再扩大更大的一个量能 是所以讲到这个环境永续哦 其实不光只是一个政策的一个目标更能够要落实在一个日常生活当中 而且希望全民参与 对 我们就是透过节目不断的一个宣导鼓励啦 希望大家把它当成是日常生活中可以去实践执行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像刚刚大家都讲的其实你做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些诱因的还是有一些回馈的 其实我们如果认真去做的话还能够得到不少好处 那当然整个一个环境永续的一个目标是你我共同的一个责任 我们也期待大家一起好好的来守护我们的地球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的参加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